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文师姐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最恐怖的助理 这种助理你请到 比你没有助理你还会累一百倍 我们来一一的来看一下 有哪些这个经典的助理好不好 来看一下 整理的定义等于丢掉 因为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改变 没有改变它就是实案 真人真事 什么呢 某高阶主管 这个事业的好朋友认识 某高阶主管他准备要 刚好要出差 他出差呢他刚好想 糟糕出差几天了 这个不在 那我办公室前面有些盆栽 也需要人家照顾 因为这个主管他非常的喜欢盆栽 绿化一下有时候上班真的太累 看一下盆栽心情好一点 所以他很爱他的盆栽 他把他助理叫来 他爱盆栽这件事情重点是 全世界都知道 整个公司都知道 他助理也知道 然后他就跟他助理讲 我要出差好几天 之后这个才回来 所以 这边呢帮我照顾一下 你看这些盆栽 全把我整理一下 好 好 几天回来之后呢 他就坐在那里 他也没有记得这件事 他坐在那边 工作练突然想 往窗外看一下 一看 怎么这么亮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突然发现 他所有盆栽不见 然后窗明激进的 一片平坦 所有的叶子 什么这些花花草 都不见了 他很紧张 赶快叫他注意进来 诶 我呢盆栽不是叫你帮我整理一下 然后呢 我整理啊 花草呢 整理到哪里 我整理一下 我就都丢了 你都 你都丢了是怎样 不是叫 整理掉吗 整理掉 什么叫整理 各位懂吗 把东西摆放整齐 叫整理 好不好 把东西丢掉 那就叫丢掉 丢弃 好不好 处理掉 但是他就把他所有东西都丢掉 所以整理的定义等于什么 丢掉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这个很要不得 会议的时间搞错 就算了 地点他也搞错 这个 这个真的很要不得本人 有出过这个状况 去到那边呢 不是现场要会堪开会吗 人呢 没人在 很紧张喔 打去 不是说今天要开会在哪里 没有啊 没有 对啊 地点是在 某某办公室啊 是喔 那我现在赶过去 不是你现在赶来干嘛 不是今天下午三点吗 明天啊 漂亮 这个很好 提前到 这个礼貌嘛 提前到 来去去去 人家公司怎么办 来照顾 四爷怎么来了 对 今天来开会嘛 那 开会 开什么 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某某会要看 那是昨天 快 开玩了 对啊 我想说 你大概没兴趣 所以嘴里没来 哈哈 你知道这种助理 他的功能比我的手机功能还烂 大家好 你知道 后来我就只敢相信手机 我不敢相信他 真的 我觉得 我是不是对你不好 人家搞我 对不对 其实你故意了 哪有人这个很夸张 这个很夸张 你知道吗 我庆祝了 我还变成人家公司 整个公司的笑容 你知道吗 好我们看下一个 打扮比主管 over 这个有什么呢 这也是真人真事 先讲女生 后 他打扮每天浓妆艳 你知道吗 背都是名牌包 然后两个一起出去开会 然后人家对面公司的 不认识他们 先招呼他助理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你助理要不要在外面 我才是老板 他是怎样 助理也很尴尬 他才是我老板 是喔 你老板对员工好好 自己穿得很婆素 好东西都给你们穿 其实 其实不是 是助理打扮太over 还有什么我也看过男的 跟我们来开会 那也是我不曉得认错 真的 真的不曉得认错 老板来 背了一个BV的包 男用的 然后穿着西装BV 你知道吗 还有围巾 很漂亮 要走过来 然后旁边的那个人 拿了一个塑胶袋 不是红白的 是那种新东洋塑胶袋 因为他拿着礼物嘛 礼品 然后穿的是运动状 他现在走过来 他现在就助理嘛 助理拿着礼品嘛 我就 問我老板你好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我 让我们这边坐 然后他说不是 这我老板 然后他老板就递上那个新东洋 那时候我说 靠 都给你叫 不好意思 但是他助理真的很有价值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坐下来开会的时候 他老板说 你看他助理在那边翘脚的 我真的怀疑 他们是不是有那种 故意那种情报人员的那种想法 假装助理是老板 老板是助理 助理还是老板 老板还是助理 搞不懂 面是很重要 因为助理 如果能够跟老板同心同德 他磁场跟老板很近 这样子会让老板 这个会觉得做事 如虎天意 背感轻松 但是如果 这个助理的想法 都跟你背道二十的话 我想真的是累 不如不起 不如什么都自己来 真的 但是呢 各位主管奉劝一下 不要什么都自己来 下次我们再聊 按赞订阅小铃铛 分享 拜拜